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玉言神4.7前瞻直播确定 克洛林德加西格文卡池调整 混池提前开启 水神复刻确定 4.8剧情时机首爆 大佬爆料的4.7前瞻封面预告图 卡池安排基本已经实锤了 上半克洛林德海森 下半芙芙西格文 这是没啥可争议的 4.8卡池的话应该就是妮露娜 维亚莱欧嘉兴角色调香师了 至于水神要不要抽取的问题 只能说弗宁娜复刻 可能不再有任何抽取价值 弗宁娜之后 仆人开始 以及后边可以预见的三体人 策划都在先方设法绕开弗宁娜 生命之气只会是其中一个手段 根本不适配弗宁娜 娜塔大概率不带你服完 毕竟娜塔也有自己的神 所以弗宁娜抽取价值的确没有以前高了 不要指望未来会有多么契合 弗宁娜机制的大C 也就代代原始角色了 大家所期待的离乐混池 将会在4.8版本再次开启 确定入池的角色分别是 七七克秦公子以及甘雨 可能入池的角色是 申贺中离夜兰胡桃 同时4.8新角色 确定调香师艾梅利埃 他的剧情描了一会儿 感觉还挺好玩的 会四处踩各种花 尼路有皮肤稳复刻 4.8会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 纳塔地图 纳塔有些地方 不适合老老实实踩着的走 甚至 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 就会被高热量烫死字面意思 用刘云散兵这样的角色 会方便许多 不过没有这两位角色的 也别担心 毕竟纳塔会有坐骑 另外 有内鬼透露 纳塔十一郡图已开始流传 但是旧意思是 直接发出来会引起外网争议 不晓得米是要改人设还是怎样 目前确实一共 11个角色 4个成女 5个男角色 1个罗莉 4成女 刚好不同元素 并且内鬼还表示21号之前会爆出来的 别急 总之 还是先期待一波吧 首先 是近期不少玩家私信想知道的 4.7卡池 根据内鬼的最新消息来看 确定上半克洛林德加纳维亚 莱欧加西格文下半 因为4.7加入双线5的缘故 所以水神不在这个版本复刻 也在情理之中 4.8卡池内鬼给出的安排 是调香师 尼路 海参以及水神 并且 尼路纳维亚起凉凉 会有新皮肤 大家 先小小期待下吧 好消息是 混池也会提前在4.7版本开启 近混池的名单确定 七七干与克勤 剩下三个位置 会在夜兰中离 胡桃公子之间选择 夜兰加入混池 也是必然的 夜兰几乎只有胡桃队要用 但是 胡桃已经被仆人爆了 而且仆人的未来 肯定不要夜兰 根据现有爆料生命之气 明显是个体系 更况且 普任是单纯的素质碾压 中离也是可能的 持有率90%太高了 进了也不损失太多 反正也没几个人抽 趁着4月7日开心深渊 开混池可以提升业绩 西格文的Q技能 无法像 那维莱特一样旋转 这是真准备 弄个长舞和线舞之间的角色 虽然预料之中 但西格文功能太抽象了 特别是Q合一设计的真割裂 长按一可以产两个水滴 大招可以吸水滴 至于长按有啥好处 吸了大招 有啥加成 只能说幽默完了 倒不如把西格文当吉祥物送了吧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